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 街上传来两三声药子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 各位看官里心听分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甘肃凌凉 在来凭凉之前我就知道凭凉有好多特色美食 但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不吃羊肉泡王把凭凉到 那今天呢我就准备去尝一尝正宗的平凉羊肉泡 看看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们是昨天到的平凉 到了这之后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 平凉这座城市它的城市建设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来到这之后大街上牛肉面就更加多起来了 很明显就是来到甘肃的感觉 其实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来过提套了 但是到人家店门口之后发现 人家基本上都是营业到下午晚上都去营业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来吃的话一定要收一下时间 我们要去的这个店呢 据说是比较百年老店 我也特别的期待 下面咱们就赶紧一块去看一看 我们两个人要了一个小碗的羊肉的 一个小碗的牛肉的 然后再加点糖蒜小菜啥的 一共五十九块钱 现在北京时间基本上就是上午的十点多 还不到饭点 但是这里边已经坐满了 如果再来晚一点就没地儿 还得排队 不知道大家吃的是早饭还是午饭 这个饼呢 它的形状是方形的 然后摸上去是比较软和的 应该是发面饼 这个就跟西安的羊肉泡馍 它里面那个饼是不大一样的 而且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大家吃这个时候都是直接把饼掰了之后 泡到汤里直接吃 像我们之前吃西安的羊肉泡馍 它都是饼先掰好 先腊膜 然后放到碗里再去回锅煮一下 这个就是两者的一个区别 我现在特别好奇 咱们赶紧尝尝这个是什么份儿 它这个汤上面看上去就是绿乎乎的 就是香菜还有蒜苗应该是 然后里面呢就是羊肉 还有一些粉条 这个饼吃起来还是很有劲儿的 平凉这边的羊肉泡馍呢 它桌子上是有两罐辣椒的 一罐是这种西北特色的油壳辣子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辣椒酱 其实吃泡馍最好的就是配这样的辣椒酱 糖蒜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它这边这个糖蒜需要我们单点 在西南吃羊肉泡馍的时候都是点完泡馍 直接几巴糖蒜 然后一点小辣椒酱就上来了 这个辣椒酱就是提味的关键 因为它是带一点点咸味的 这颜色一下就上来了啊 它这个青汤里面有一股比较浓郁的麻椒的味 吃起来是给人感觉比较清淡 加上剁椒之后呢 就是多了剁椒的咸还有香 这个饼泡在汤里之后很快就会变软 它就是能瞬间把这个汤汁吸满 它这个羊肉炖的特别软了 有一股淡淡的羊肉香 但是一点都不删 瘦肉一点都不删 吃这个必须要配糖蒜 糖蒜这种特别的味道能 吃这个必须要配糖蒜 帮助抵消一部分吃这个的腻感 这个饼中间大概它可以说是一个镂空的设计 如果说大家比较能吃辣椒的话 我看很多人也是在会在这个饼中间加上一层油火辣 吃起来应该特别小 吃到最后剩了一碗肉 看着就殆尽哈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出来了 在这么冷的天气特别适合喝这么一碗热汤 感觉全身都暖和了 我们从它这个餐厅的火爆程度也能看得出来 当地人对于瑶瑶泡馍的喜爱 但我发现当地人在吃泡馍的时候 大多都是放油破辣子 但是我们之前在西安吃的就是放辣椒酱就多一点 这可能也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吧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评量 就可以尝一尝特色摇耀泡馍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 大家一看多多美 拜拜